我們要從這一台大維納兵哥開始介紹 陳長長,你今天要帶我去哪裡? 先來看看大維納 我以為你只有修小車像T4 原來這種露營車你也有修 他也是T4只是比較大而已 只是比較大,大維納兵哥 不過這台裡面說真的內裝還沒有看過 我們跟著那個車主大維 其實他不叫大維,為什麼你都叫他大維 因為維納兵哥有大台有小台 所以大的就叫大維,小的就叫小維 然後我現在問一個 全國有維納兵哥大小台的有誰? 他! 對啊,只有他 只有他 而且這台大維納兵哥還是全國唯一VR6的 只有一台 現在是大維 我們看一下喔,這是前面停的 前面停的是大維 這個 最後面停的是誰的車? 最後一台小維也是他的車 今天來了很多台大小維 對 看,這邊大維 然後全部都是小維 那我們先進去參觀一下大維 這台真的很經典 你說這台幾年?20 20年 2000年的車 這個20年的內裝,說真的看起來 還是非常的棒 這麼經典的 這是美國打造的 美國維納兵哥打造 看一下車主要怎麼介紹他這台車 所以你這台使用幾年 這台我實際使用差不多八年多 八年多了喔 你說是1999年 1999年的底盤 對,那2000年完成 就是打造 那他進來台灣多久了 這台2007年進來台灣的 2007年 對,2007年進來台灣 20幾年了 對,那你前車主是13年 對,前車主用比較久 玩了13年 但是這台車當初在美國是10年的車 才進來台灣的 所以應該來講前車主大概只有玩2到3年 那後續就有接手 就你接手到8年 好啦,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駕駛副駕駛座都可以轉過來 那我現在只有先轉副駕駛座過來 這也可以轉過來 欸,他這個座椅跟你們的不一樣 你要不要坐看看 喔,這很12歲早的 對啊 跟一般我們椅子不一樣 它是屬於沙發椅 嗯,坐一下 那個大叔坐一下 所以坐起來會比較舒服 這根本就是我們遊覽車的座椅嘛 對 然後這張的話也是旋轉椅 旋轉椅 就有時候如果說有需要的話 想往外面看也可以這樣子轉就可以 喔,這邊還有桌子 對 那有時候我們要吃飯的話 那這邊也可以有桌子 這我覺得這設計很簡單 但是拉起來還蠻實用的 這樣子 哇 這樣子 這樣就是一個 三人座的一個 一個小餐廳小餐桌 哇,舒服 欸,可以捏齁 這個兩夫妻出去很好 所以這之前的話 我們都暱稱它是所謂的蜜月車 蜜月車 對 這兩個人使用是非常剛剛好 而且空間也夠這樣子 空間很大 這全家使用也剛好啊 對啊 四個也可以啦 你看它進來的時候 這邊就一個椅子 而且這樣對向 你看我們隨時可以對向 對啊 那這邊 如果說有時候想要小睡這樣 沒關係,你坐著 這邊的椅子幾乎可以打平 所以你可以這樣稍微躺下來 晚上我就睡這台喔 喔,好好好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我不是在小晚上睡這台 所以 對 所以 我來睡地板就好了 對啊 這邊也可以啦 我們三個級間 所以它空間是蠻夠用的 這樣子 對,超級夠用的 而且它收納很方便 你看它這樣回去 對 它是手會夾到 喔,對對對 啊,這邊就是杯 然後這邊是杯架 喔,這邊是兩個杯架 然後110的插頭 然後這是書包夾 然後這邊 好,這邊有一個收納櫃 收納櫃 其實後來我發現我們車上 很多是台灣零件 比如 像這個手把這也是台灣零件 早期這台灣零件 對,這是台灣零件 對 然後呢 台灣外銷的 然後我們的抽屜 抽屜的滑軌也是台灣零件 滑軌也是 抽屜的零件 對,滑軌 所以台灣做滑軌很厲害 這冰箱 冰箱有一個 這個點瓦斯的也是台灣外銷過去的 你 那你找零件 就直接台灣找就好啦 台灣不能賣 因為它是屬於國外的訂購品 你不能在台灣自己賣 喔,台灣不能賣 對對對 所以買回來之後 買到是Made in Taiwan 對 拿回來你就會傻眼 Made in Taiwan 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子 好,台灣零件 那 從這邊 從這邊我們一邊一邊介紹 然後另外一邊這邊 OK 然後這邊的話是 自己另外在買的這個收納袋 這個我有看過 這個是T4 好像是類似T4上面那個收納袋 對 那因為我想要搭配灰色系的 所以就去特別去找這種灰色系的袋子 那我出來玩習慣就是帶三瓶 那個Stanley的那個 好色多賣的薄屏 現在 三瓶 每一個人都這樣子裝 然後到Seven裡面去裝熱水 但是我這裡有瓦斯爐自己燒 自己燒喔 對 你現在 下次我去Seven幫你裝 那所以像我們出去玩的話 通常 夏天的話就一瓶都是放冰塊 另外兩瓶都放一般冷開水 那冬天的話就是一瓶滾熱的開水 所以是可以泡那個咖啡 那另外兩瓶就一般的溫開水或者是冷開水 你的車子夠大可以這樣三瓶啊 對 因為這 這樣差不多六公升嘛 將近六公升 對 也這樣很舒適 然後這邊的話是收納櫃 這邊整個都是收納櫃 那基本上這個是我自己再把它貼上去的 因為我想要增加收納一些小東西的 就是一些咖啡包啦 什麼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泡了喔 可以啊 有熱水嗎 有馬上燒就有 馬上燒就有 等一下可以來燒一下 有些東西我喜歡自己DIY 像這個袋子 這是買的啦 我以前DIY都自己買回來貼 這一個才49塊錢 所以就很夠用 收在裡面 我一般在開車 或者說我們一般進來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 車子裡面很雜亂 對 因為我都收在裡面 你進來我發現你收的都很乾淨 對 因為我覺得我希望它就像自己的家一樣 對 隨時有走動的空間 是 對 那這個成價也是自己找 這成價大概找了 找了快一年吧 這一個成價 對 可能不起眼 但是因為我要選一個剛剛好 放進去 又可以駕這個高低的這個價值 不然它原本是一個空間 原本是一個大空間 是 你可以放一些比較大的東西 是 那我覺得把它做成價 鍋碗瓢盆 全部碗 套鍋 套鍋 盤子 它下面 對阿 你看它把它收納的非常的整齊 對 然後 好 再來 上面就是一個水槽 再來的話 這個是水槽 它是用冷熱水 冷熱水 那這邊的話 是整個車子的 控制器 監控儀表板 包括你的灰水 或者說髒水 洗澡 你洗完澡的髒水 它會收集在下面的污水箱 你有一個儲水 就兩個水桶 對 因為在美國來講的話 他們是 都會在下面一定會設置髒水 它不會讓你隨便亂排 那會收集起來 污水 髒水 乾淨的水 乾淨的 瓦斯剩多少 瓦斯剩多少 大概這個都可以看到 像瓦斯它有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你點下去它就是會有一個 對 那這個是 電池現在是滿的 滿電的 然後我的乾淨的水 我剛出門沒有裝 所以它就是沒有水 髒水 污水都有 都會顯示 OKOK 你那個水桶是有多大 水桶的話 乾淨的水大概是 冷熱含在一起 加在一起的話 總共是差不多90公升 能熱含在一起90公升 那其實夠用 如果兩個大人洗澡的話 其實是夠用的 台灣補水很方便 對 到處有加油站 水 加個油 然後補個水 打氣都很方便 而且到處有加油站 這邊一樣就是收納 又是一個小收納櫃 這裡面就放我一些瓦斯燈 對 然後再來的話 這就 水嘛 對 那這個是水的瓣布 所以這邊 這邊是熱水 這邊是熱水 這邊是冷水 它打開它就會熱了嗎 還要點火 其實它的熱水是 用兩種方式加熱 一個就是 外接110 另外就是 車子在行徑當中 裡面有水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加熱 就加到一定的溫度 會滾太會燙 那你就是能熱 自己用這樣調血 對 這裡的話你可以自己調 我要就是 就是跟我們家裡在洗澡一樣 包括這台車的浴室也是一樣 就是自己去調你的水溫 這樣很方便 它在行駛中它就會加 它到底是用什麼原理加 用我們的車子引擎 它是利用車子前面引擎 在運轉的時候 那叫什麼熱排是不是 用熱排的 它有接熱排過來 對對對 它有一條回路管路 我跟你講這個最近 我之前有發表一個 神奇加熱器 其實就是這個方式 沒錯 這個方式 那你想想看這20年前 維納兵哥 就已經這樣子做 就已經這樣做 問題是 用熱排的方式 台灣沒有人做 對 可能有技術上的克服吧 等 等它 需要研究 研究 好好好 OKOK 反正有這個 idea 人家做到了 人家已經做到了 20年前的 其實是可以的 對 這個價值也是自己找的 我覺得這size剛好可以用 這個很貴 用完尺寸都量了剛剛好 沒有 這是現成的 好 那再來上面這是微波爐 這是微波爐 對 那像如果沒有在用的話 我就自己會把一些 煮咖啡的器具都收在裡面 那可見你這個微波爐不常用 我真的不常用 因為出來其實都會自己煮一些小東西 那這個算是高耗電的 這高耗電 對 所以你也不常用就對了 不常用 對 是 然後再來 這個是三口的瓦斯爐 這加個防滑電 就自己行進間 鍋碗瓢盆放上面 是晾乾 其實都不會滑下來 是 其實蠻方便 這是三口瓦斯爐 這樣子 哇 所以把它打開 我們等一下燒水 對 那邊他就配到三個瓦斯爐 是 不過通常只有用到兩個 那個三個的時候 就是有客人來的時候 我們要一次煮三道菜 嗯 其實在車子裡面說真的 我們常在煮的就是很簡單的料理 對 炸的啦 或者是要炒的 不會 在車內的話 我最常煮的就是 煮個麵來吃 嗯 或者是說煮水餃 那最多的話就是 家裡在這裡 車上就是煮火鍋吃 煮火鍋 這已經是最大的極限 煮火鍋最方便 煮火鍋味道也很重 已經是很很很好的享受 對 可以啦 有試過 就是你可以加一個配備 氣炸鍋 哎呀 氣炸鍋 高耗電 氣炸鍋它就會解決很多問題了 真的喔 又有人來放毒了 我覺得一個就夠用的就是 這個是瓦斯爐嘛 是 烤箱 還有一個烤箱 所以你在這邊 你要烤披薩 或者是說 烤那個什麼 吐司 在這裡其實都可以烤 這是烤箱 會有這樣的配備 大部分都是 那個 玫瑰的 對啊 你看我們台灣的露營車改造有這樣嗎 沒有 沒有 這個烤箱它是吃瓦斯的 而且你看 它等於是一體成型的 對 它是 國外另外一個規格就是 我不選配烤箱 下面就是四個抽屜 那這台的話 當初進來的話 它就配備了烤箱 對 那你這個烤箱有用過嗎 有 就是烤披薩 以前就烤披薩 在這邊現做 然後烤披薩 烤地瓜吃 當早餐吃 是 因為它這台 它溫度還可以自己調 這邊溫度可以自己調 這邊 250度 350度 450 都可以調 比家裡的烤箱還豪華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夠用 因為它是吃瓦斯 所以你不必 擔心說 比如說我們氣炸鍋 是高耗電的 其他就是 抽屜 你那兩個把手把它拿掉 故意的 沒有 我之前的話 那個軌道 它有點 有點 跑掉 久了跑掉 我是有換新的 那我昨天出門 還來不及把它鎖上去 再軟個螺絲鎖上去 它手把跟這一樣 那裡面的話 我就是收我的 這一些 它都收得好乾淨 對啊 因為出來玩 就是要方便 還有B裙 我先看看 因為在玩 玩得很累 所以一定要 叉子 剪刀 或者是 湯條 超乾淨的 你這台車如果要接手 人家會跟你講說 你所有東西都不要搬走 真的喔 都留下來了 直接運用 直接付錢就可以 直接付錢 直接開走 真的是一咖皮箱 就可以進駐 對 然後這個的話 是 你看 東西 吃的都差不多 吃的差不多 這個是為了做 鮪魚三明治 明天要做的嗎 沒有麵包 沒有 你放心 這邊一定很多 今天有那麼多人來 還有這個 這邊的話是浴室 测水 很特別的 浴室 那這個也是他這台車的一個測試 我這樣來拍一下 那這樣呢 這麼小一個 這個的話就 收納是在這裡 像我的牙刷 或者是 梳洗的東西 這個 沐浴乳 是 好 那這邊 眼盆 他整個這樣拉下來 對對對 對對對 這眼盆 嗯嗯嗯 對 眼盆 那這裡的話就是 冷水 熱水 一樣自己調整 那自己調這樣就好了 嗯 因為在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這些設備其實都很少走 所謂的 電子式的 手動的 所以這些零件其實到用到現在 不會壞 都不會壞 而且他也沒有環保材質的問題 幾乎沒有 對 二十幾年前沒有 那這裡面其實很多配件在 美國維納兵哥都 還可以找得到 還可以買得到 對啊 而且你的馬桶啊 欸你的馬桶 他下面的是 他怎麼做清理 他就是要 沖水的 他怎麼清理 一樣到污水那邊去嗎 像這個有Pump有開了嘛 那你用上完廁所之後 你就可以採這個把 把你的 髒東西就直接 水把它沖下去 對 那一樣是清到那個廢水那邊去 對 他下面是一個廢水箱 那一般來講 這個底下他會先到 所謂的 這個分解劑 會 就讓你的 這些 排泄的東西都不會有味道 嗯哼 對 好那倒是回去之後 再把它清掉這樣子 了解 跟我們這個廢水箱 是放在一起的 不用單獨清 欸我這樣設計很好 不用 因為我們現在的馬桶幾乎都是要 自己 自己用抽的 對自己用抽出來清 對現在的自走式路營水都是這樣 嗯哼 他這個方便就是 在他就這樣設計 而且這一個洗澡 怎麼洗 洗澡的話 好 他這個蓮蓬頭這個 開關是在旁邊 對 整水開關 那如果我們要洗澡的時候 他是這樣子 因為這是我自己後來又鋪的一個 巧拼盤 嗯 所以你就把它拿起來 他洗澡不一樣 嗯 對因為你要足夠的空間 對啊 我在想說這個空間 空間要怎麼洗 我也在想 拿起來之後這塊板子 因為這個是後來才做過的 不然它是這塊板子 哦 那就這樣子 漂亮哦 哎呦 哦 哦 你這個你自己做的 嗯 那是後來對 後來再加做的 哦 所以他原本是這樣就對了 就這樣子嘛 沒有 他是一塊板子 把它鋪上去 這是做的比較 緊緻一點 對 緊緻一點這樣子 嗯 那要洗的時候就把它拉出來 這樣可以延伸耶 對啊 變形金剛了 對啊 你看 你看 本來是在裡面 他現在把它打開之後 變寬了 這樣的話 我們的走道跟廁所的空間是共用的 對 那因為洗澡頂多二十分鐘 十幾分鐘 對 上廁所一兩分鐘 所以 所以基本上這空間的運用是比較有彈性的 是 就 他就 打開之後把它抽出來 那這空間就剛好是一個人站著洗澡 的一個空間 哇 你看 他就多一個走道這樣的空間出來 對 而且 他的水就可以直接 直接往下面排 嗯 這邊是排那個洗澡的髒水 這個地方 對 他就往下排 我做個濾網 這樣子的話洗澡的毛髮就會 在這邊做個過濾 會跑到 你自己也有做一個濾網嗎 這個濾網去外面買的 線程裡面 對 那要洗澡你要排污水的時候 就把胖埔打開 嗯 他會把你的髒水吸下去 收納起來 哇 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個太方便了吧 對 空間的利用非常的 你現在有多少人排隊 這個 嗯 回去看登記門 登記門 出去是蠻多人會問 那我看齁 這個影集出去的時候 可能會爆滿 真的齁 會爆滿 這台車真的太棒了 因為他的空間設計使用 對啊 然後我們把它恢復 如果說我們洗完澡之後 下面的水槽稍微把它擦乾 板子再把它翻回去 他空間又出來了 那空間就可以了 那也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常在這邊洗 如果到外面方便哪邊洗 泡溫泉就去泡溫泉啊 對啊 那只是說 空間可能 應急一下 其實都方便了 這是他洗澡的地方 喔 小心 這裡會撞到 OK 好 那這邊的話 這個就是 車子後面的這段的冷氣 原車的 這原車的 他用原車夠冷嗎 夠冷 原車就夠冷了 可以到這邊來 你開牆的時候 可以送到後面來 原車的冷氣 所以T4真的很棒 這個冷氣 他是結合前面的 原廠的這個冷氣 冷氣孔 嗯 了解 他不用再怎麼靠那個去送 直接這樣送 所以他只有這4個送到後面去 後面沒有 然後另外在你頭頂上這個 這個大面積的採光罩 這是一個採光罩 對 那原本如果說比較 年份再早一點的車的話 他是沒有採光罩 是 那一般如果說 像這種天氣 有點陰陰的天氣 採光罩 感覺上空間就會比較陰暗 對 那如果晚上 有燈 晚上的話 他沒辦法變暗就對了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是一般我們那種 那個採光罩 喔 變成說你要讓裡面全暗 不可能了 沒辦法 除非你外面是全暗的 對就是晚上的時候 會有一個就是 這是各取所需的 對對對 你不行你就自己想辦法把它封 有國外的車友是 這裡再做個 那個 魔鬼氈 如果說 白天你覺得太亮 對 那你就是把那一塊 遮光布把它 魔鬼氈把它貼起來 把它貼起來就好了 那白天就是車子要亮 我覺得這樣才會 對啊 可以喔 再來就是 你旁邊的 這個衣� 好大一個衣� 一個 落地鏡 衣� 對 這裡啊 直接把它拉開就可以了 然後這 衣� 對 這是除了衣� 對啊 衣櫚又大 對 衣櫚很夠 對啊 如果家裡出去玩的話 有時候小行李箱 行李袋我就直接把它放裡面 你這個還有一個 那這個都 49塊 49塊 然後把它貼一貼 這大創的是不是 哈哈 大創的 對對對 然後貼一貼你就可以收納很多小東西 像樹枝啦 或者是 一些 襪子什麼都可以收 都可以用 這個 這很方便的 就貼一貼就給你 49塊 開始要熱賣 熱賣 缺貨 對 來搶物資 大創就有在賣 49塊 你看 放在這邊 不用這邊去找人家做好的 那是 這樣收納在 櫃子裡面啊 一般你自己 自己 睡在車子裡面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很 很擁擠 對 可以一些小空間的收納 那衣櫥下面的話 就是所謂的駐車暖氣 這個 喔你也有駐車暖氣 這一個 它出風口是從這邊出來 對 從這裡出來 也是吃瓦斯的 吃瓦斯的 那它的 暖氣的 效率比 功率 應該說輸出功率 也是比小威娜冰哥 再來的大 一定啊 因為它大 對 那也是吃瓦斯的 吃瓦斯 這台有沒有上過武林 這台有 有上過武林 阿納加 這些地方都玩過 喔 這種車去那邊多適合 就裡面裡面在吃火鍋 吃火鍋 就穿吊嘎這樣子 對啊 穿吊嘎 裡面又有暖氣在這邊 輔助的話 其實很夠 對 而且台灣的高山 你看多好 就適合這種吹上去 這車還有夠爛 好 然後這邊是冰箱 再來的話 這是三用冰箱 這三用冰箱可以吃瓦斯 12伏特的墊 還有110 它這個是三用冰箱 直接就這邊 這個是瓦斯 110 12伏特的 那冰箱 這樣子 對 它是一個三用冰箱 三用冰箱 有這個 我在那個 台灣的自走式路燈車上面有看到 很常看到 很常看到 這種三用冰箱還蠻多的 差不多 都是這樣 然後這邊要冷凍庫 對 對 三用冰箱 這個我是有看過 真的蠻實用的 蠻實用的 就是在冷度要降下來 降下來的時候 效率會比較慢一點 嗯 你看它的顏色 其實我們喜歡這種配色 然後還有下面 這個一樣抽屜 做一些小東西 一樣 電文牌 一些面紙 我覺得你的東西算蠻少的 對 我覺得出去玩越簡單越好 很多人打開是滿滿的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我車上少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什麼 電視 對啊 沒有 電視幾千塊到處都買得到 對 你沒有用 但是出來玩 幹嘛看電視 要不然真的要看手機看一下也是有 對啊 出去就是要大自然 好 那這個的話 一樣 這是一些小盒子 收納盒 收著這樣子 來我們換個位置 換位置 好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所謂的 四人座的一個客廳 你上面還有兩個櫃子 這個櫃子 一樣就是兩邊的櫃子 對 兩邊的收納櫃 那一樣我就是 毛毯 我都像這種天氣 我都帶著 像這樣就帶著六條 收納的話 就整整齊齊的 對 你也不會覺得東西很多很大 對 那收在裡面 然後背架 那這邊是四人座的一個沙發 這個也是床嗎 這也可以當床 那你平常是睡這邊 睡後面 那我們先把它變成床 好 先變成床的模式 等一下再來變成桌子的模式 好沒問題 要把它變成床的話 應該是 不用一秒鐘的時間 一秒鐘 就直接 從這裡拉 好 這樣就變成床了 嘿 欸 好快喔 對啊 而且是 同時進行耶 對 就這樣子 OK 那這是客廳的 你再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哇 這個的話是四人的位置嘛 兩兩相對 那我現在要睡覺了 那就把中間拉高 躺下來 這樣就變成床了 這樣就變成床了 這樣子 哇 那這張床的話 長度是200公分 寬度是125 所以已經接近一張標準的雙人床 是 像我176.5的身高來講 我躺下去 可以 睡直的 不用縮 還要縮腳 什麼不用 哇 這太舒服了 晚上要睡這裡了 對啊 晚上要睡這裡了 我現在可以變桌子 而且它都很快速 這樣就可以了 真的是不用一秒鐘 真的不用一秒鐘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 餐桌 四個人的餐桌 剛剛那張是 小餐桌 對 吃火鍋的餐桌 對 這個是四人火鍋 四個人要打麻將 或者是打富克牌的 打麻將應該是 不能打 因為要沒有辦法對坐 會看到牌 對啊 會偷看牌 OK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桌子 哇 也是很寬 那這裡有一個安全扣 把它扣起來 那這樣就是一個客廳 哇 客廳可以做了 然後 寬度因為車身的寬度夠 所以呢 非常的 舒服 很寬耶 很寬啊 很寬耶 很舒服啊 我跟你講那個 這個出去一個月也沒關係 對啊 那個廠長 廠長 我想這種車做了之後 我看你也不想 用你的T4改路營車 哈哈 你用你的T4把它打造成這樣子 有這種車的人是有實力的 我們實力不及 所以 實力不及 看看就好 哇 這個車 那時候 他賣多少錢 這種車 當初 這個車在美國新車的話 其實大概兩百 兩百 七萬二美金左右吧 在美國新車來講的話 當初 二十 一九 兩千年的時候 兩百 兩百出啊 兩百出了 對啊但是你台灣還有一個關稅 百分之三十五 進來應該要三百 這個到底是什麼 對 車頂冷氣 它的室外機在車頂上 這是室內機 這台是冷氣喔 這是冷暖 所以上面有一顆那個就是 那是冷氣的室外機 你現在這是室內機 冷暖氣 冷暖氣 那你又有助暖又有 對這暖氣啊 有冷暖氣啊 我說他有助暖又有暖氣啊 我應該沒記錯吧 有 有啦 請進來坐沒關係 歡迎光臨啊 然後我們有一個來 大老爺的家 剛好四個人 來來來 我們缺一個打麻將 玩大老二老 玩大老二 老二輝 老二輝 你還有裝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是在美國露營車來講的話 他們的一個一定要的 要求法規的配備 一個是一氧化碳的警報器 一個是煙霧警報器 增煙的 如果說瓦斯有外洩的話 這個瓦斯偵測器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 如果車子假設有著火 有煙霧的話 他也會響 這是在國外 小威娜兵哥也是有 那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駐車暖氣的開關 控制溫度的 對對對 所以他有兩套暖氣系統 這邊這邊也是 冷暖氣都有 冷暖氣都有 但是吃電嘛 這個是瓦斯暖氣啊 駐車暖氣 駐暖氣 你有開過他的冷氣嗎 吃電的 有 但是因為二十年前這樣的 置頂的冷氣 其實真的是蠻耗電的 都必須要另外靠發電機 你們等於是到營區 可能會接個一百億的去 在國內的營區應該都會跳電 但是在國外的話 因為國外的營區 有分高耗電的 跟比較低耗電的不同營區 那個是車子的一個 對 衛星天線 這一個 對 衛星天線 為什麼要過 你這樣轉之後 它天線會這樣往上升起來 所以它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天線 因為在國內我們這個用不到 所以我都把它升下來 降下來 所以你現在看不到 還有這個樣子 衛星 是球球用的嗎 沒有啊 通訊 你是看電視的 看電視啊 你用不到 那我用不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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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